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跌45点 各位我今天在上节目的时候 我接了两通电话 两位投资票跟我聊天 那当然这两位是认识的一个阿姨 那其中有一个阿姨跟我讲说 她这边这两天追什么股票 然后买什么股票 然后在这边怎么样 现在被套牢 她想去换股操作 然后另外一位问我说 上次有一档股票她买了 那没有走 那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所听到答案跟我自己的想法落差很大 为什么叫落差很大 我几乎听到这两位阿姨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 我会买股票 可是我不会卖 或是我买进股票追买的时候 我接下来就套牢 当指数在创新高的时候 我做股票还赚不到钱 还在赔钱 还在那边等 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要换股呢 还是怎么办 各位讲这过去一路以来 我在最近一直给大家一个观念 不管你要做任何事情 请你一定要记住这四个字 叫做提前布局 你一定要提前布局 我跟各位讲我最近所操作的股票 都是这种三低股 不管是低股价 低位阶 低基期 我都是在做这种三低股 我一直跟各位讲得很清楚就是说 这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要做我们就做一些 刚刚起涨的股票 但是各位重点是你要提前赶去买 然后看它的趋势 看它的结构 看它的一个状况 那我常常讲说2013年 我一直跟各位讲你一定要赶 你一定要赶 而且要买对股 这里面不管是营收 不管是产业 不管是法人布局的股票 你都要先去计算到它的基本面 它的产业反转 它的一个筹码面 各位我讲过了 像我今天聊这两位阿姨 我就深深体会到说 其实为什么会输钱 第一个 专业知识比较不够 第二个 容易心情盲动 追高杀低 或是也不了解状况 或是看着节目就赶快去买 其实真的不是这个样子 我常跟各位讲最近的操作 一定要重视这四个字 叫做提前布局 那方向就是三低股 低股价 低位阶 很多人在这边看到指数创新高 居然还有人在套牢 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也跟各位讲 今年很多人在买股票的时候 第一不敢买喔 他真的不敢买 一定要涨才敢买喔 买了之后轮动到别人 他又变成一个套牢阶段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在这个阶段过程当中 各位你一定要先了解趋势跟结构 了解趋势跟结构之后 你一定要换股操作 那么2013年就是要敢买 然后要买对股 那过年前这个地方 一定要把股票调整好 不管现金水位 股票持股一定要调整好 各位我讲过很清楚喔 为什么这个地方 各位不用担心说股票市场 会熄火或是所谓休息 我跟你讲 人生 股市 经济理论 都是共同相同的 都分四个阶段 我常跟各位讲 人生也是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幼儿期 第二个阶段叫青少年期 第三个阶段叫成年期 第四个阶段叫老年期 然后开始轮回 那么经济理论也是一样 第一个阶段进入 第一个阶段是萧条 萧条从技术面来讲就是足底 然后萧条完就走入复苏 复苏股市就上升 然后上升之后进入繁荣 繁荣泡沫股市就做头 然后泡沫完之后 繁荣完之后 这个经济营收开始衰退 那衰退股市就下跌 所以我说当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 你知道说2011年2012年 整个的产业景气都在萧条当中 往上做一个复苏上升阶段 现在全世界经济也不过是走在这个地方 也不过是走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跟你讲说 你根本不必担心股票市场的一个 熄火跟休息 但重点是你要怎么去做对股票 我想台北股市我一直跟你讲 未来的股市只有两种走势 一个是大涨小回 一个是涨多回少 那它的形态也只有两种形态 一个是阶梯式 一个是锯齿状 这个叫做阶梯式 就是现在大盘这样 这边这阵仗整理整理通就涨起来 阵仗整理整理就通就涨起来 阵仗整理通就涨起来 呈现一个阶梯一个阶梯 一个阶梯往上走 这是一个标准的模式 这是一个标准的多头 然后你的肋骨轮动会很快 但是各位你很难相信说指数创高 还有人在套牢 真的很难相信 那原因在哪里 一定是追高 或是买的股票没有基本面 或是买进的股票也许基本面很好 可是就是没有人玩 法人也不布局 外资也不买进 头信也不玩 只有在那天天天等 等到哪一天熬不住了 卖出了 砰就涨起来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 在这地方你一定要有这种观念 去布局3D的股票 去布局3D股票 而且这些动作是要提前 各位你记不记得 我在前一阵子跟你讲说 我最近就是买这种股票 我都公开跟你讲 我最近就买这种底部股票 我公开的跟你讲 一档叫做3105的文帽 3105的文帽 当时在32.85 当时在32.85 这份珍贵的资料 我当时也送给全国的投资朋友 我说我开始在玩文帽 32.85 那个时候我在讲这支股票之前 我跟你讲说 为什么我在买它 为什么买它 因为我拿上赢的模式跟你讲 我说上赢这档股票 是突破下降反压趋势线的 在这个地方有没有 在这地方是呈现一个 复合式三重底 当时222 讲完之后没几天涨到240 讲完之后没几天涨到240 到了240之后 我说这个阶段有没有 我说这个阶段 它一定有个所谓的讯号会出现 在喷出之前 一定有所谓的外资 一定有所谓的投信 会在这个地方做买进的动作 有没有 我跟各位讲很清楚 我说一定有所谓的外资 一定有所谓的投信 会在喷出之前 听清楚喔 喷出之前做买进 所以当时我在222块推荐给你 后来涨到240 我说同样的 比照这个办理 有没有 这一档股票跟它一模一样 复合式的三重底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上银 这个叫做稳帽 当时在32块多我跟你讲 但是我跟大家讲说 你一定要提前布局 我甚至把电话开放告诉你说 大家要进来跟我线上资源联络 我们提前来布局这种股票 我说这个地方有没有 我跟大家讲说 这个地方一定会有所谓的一个 外资跟投信 它提前买进 当时我一直帮各位追踪 我买在最低买在33块 甚至买在32.8到33块之间 我跟各位讲 我一定带你提前买进 然后呢这股票呢 在第一档没有人跟你讲喔 到3 4块开始的时候 到3 4块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开始跟你说囉 这地方外资也买 法连也买都开始跟你说囉 前两天到了35块3 我有没有公开跟你讲 我有做获利调节的动作 我有没有公开讲 我说当时32块没有人跟你讲 今天这些阿姨也问我说 哇 那他现在买穩帽怎么办 是不是要卖 我说为什么你会讲到穩帽这支 他说前几天朋友跟他讲 电视台广播说 这支股票很强 到了35块5他跑去追 或是他们去买 我说我跟你讲喔 前两天我在353 我还在做卖出的动作 我说卖出的动作之后 有拉回我 我还会再做买进的动作 有没有 这是今天的抗训 但是碍于法令的动作 我们不能在这边去涉及到个股 我给你看说3105的一个稳帽 两天前我在35.1到35.3 获利卖出的持股 今天请于多少之间把它接回 我开始重新再接回 我常跟各位讲喔 你做什么东西一定要低进高出 我跟你讲说在这边稳帽 它是一个起涨的股票 但是32块多 我跟你推荐介绍的时候 你一定不敢买 你一定不敢买 等到涨到35块 涨到3块钱了 很多人就开始买了 我也跟你讲啊 我也诚实跟你讲 我说我先做获利卖出的动作啊 但是我未来拉回我低再接啊 因为很多股票到现在 大概就10%的空间 上去10% 下来也是10% 就10%的空间在这边挣 那我讲过了 如果你在2013年 你所操作的股票 具有营收 具有产业面 或者法人布局的 就像我前一阵子讲这文貌 法人布局的 我常跟各位讲说 你可以来回一直操作 我都不用去遮掩 我都 我纵使告诉你 我在做哪支股票 你都不一定赚得到钱 来各位再举一个例子 这档股票 今年可以赚6到7块 我已经做了第三趟了 我已经做了第三趟了 我相信你也知道它是2534的红盛 我当时这档股票起涨的时候 我是不是公开跟你讲 我买在这个地方 买了第一次 买了第二次 买了第三次 我为什么要买三次 很简单 我说过 任何起涨的股票 只要是投资者来加入我行列 我一定会带他拥有基本的持股 一定带他做买进 所以这种股票 我当时买了三次 后来有没有 涨到20块我先卖一次 那天到19.95 我把它卖出了 卖出了之后隔两天跌下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18.7这个地方 有没有很看 2013年EBS达到6.7月 新京会员手中无该股者 请于这个地方把它买回来 旧会员在19.95这边获利卖出的 也把它接回来18.7 各位今天又冲到19.85了 我又把它 当然这个地方是不方便讲 因为盘中节目 我没有办法去跟各位讲说 涉及到个股的一个买卖点 那我只能跟你讲说 我又多做了一趟 我又多做了一趟 那这是符合法令的规定 但是我就是摆明跟你讲 做这些好股票 来回去间做 你都赚不到钱 我真的讲句不客气的话 所以我过去以来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我一直很难理解就是说 这个行情指数一直创新高 我也跟各位讲 你要一直积极做多的 你看这一路以来 我做的每一档股票 当时聚合买的14块 在底部骑长买14块 买完之后一支涨停板 两支涨停板 三支涨停板 四支涨停板 五支涨停板 从14块涨到20块3毛 我公开带你买进 我公开跟你讲说 中股票要骑长 买中底部股票 日生生19.90的时候 我公开跟你讲 我买在20块 后来涨到29块 我也是公开跟你讲 买中底部的股票 日生生讲完之后 Poloway 3163的Poloway 有没有 在这边32块的时候 我公开跟你讲买 它涨到39.95 然后这档股票贯得 当时在23 突破颈限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 买了第一次 买了第二次 买了第三次 然后在这地方 25块6 来到这高点 我把它全部获利卖掉 然后拉回来的时候 我又做买进的动作 然后后来又涨起来的时候 我又做一半的获利卖出 然后呢 最后呢 到了25.4的时候 我把它全部卖掉 后来我换到哪一支股票身上 后来换到这支2436的 尾权店身上 后来尾权店从12块 又涨到15块 有没有 2436尾权店 又从12块涨到15块 从这个地方涨到这 我每一支股票 都是公开跟你讲喔 然后呢 后来这两天呢 又来到齐鸿 记不记得 来到齐鸿 来到齐 后来又齐鸿 齐鸿做完之后 又怎么样 回到3105的稳貌 记不记得 我跟你讲高 32块多奖 35块多卖 然后回到33块 这个 我就开始怎么样 开始怎么样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到昨天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在这节目当中 我公开的跟你讲 我还是站在买方 我说这档股票 我又开始带投资者 提前的布局买进 有没有 我说这档股票 我要带投资者 提前布局买进 为什么 因为它是4G的概念股 我昨天讲得非常清楚 各位 我说它的模式 现在在复制什么模式 我大概跟你讲 我在讲这档股票之前 我曾经跟你讲说 这个叫做全球最大 光纤设备零件厂商 也是4G的 那我也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这家公司股价创新高 然后昨天清晨股价再创新高 有没有JDS 这家公司JDS叫杰迪逊 那我说它是它的客户之一 但是全世界最大 全世界光纤设备厂商 前十大里面有7家 各位 就是这家的一个客户 就是这家客户 我昨天还拿这资料公开跟你讲 我说陈子邀请各位 提前的跟我布局买进 我说如果你想提前布局 待会节目中广告资计创新 赶快打架进来 那么我说它正在复制这种模式 它的走势正在复制这档 叫值得1597 有没有你看喔 这档股票它在复制这个模式 它在复制这个模式 有没有看到 它在复制这种模式 走一走 走一走 走一走休息 突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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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 有没有今天值得又再度出现了 所谓的一个涨停板附近的价位 有没有 从40多块直接涨到80多块了 为什么要去讲这档股票 因为筹码的关系 可以现在有很多股票筹码很轻 所以这股票一直上 我昨天是不是公开跟你讲 复制这档股票 然后我说你提前买 那我昨天确实提前买了 各位 结果提前买怎么样 到了收盘 插两毛 登上涨停板 然后呢 外资也开始买了 外资也开始买了 投信开始买了 各位 我昨天没有公开在这个节目跟你讲 所以我说今天我在接到 这个所谓投资朋友电话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纳闷 就是说 这个阶段我几乎每一天 都让各位去从事获利的交易 当然都是一直低进高出 低进高出 可是各位重点是在哪里 你要提前去买吧 我所跟各位讲的每一档股票 几乎都是提前买嘛 各位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 你注意听 但是名额只有三个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想要做持股调整的人 我只有三个名额 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来帮你做持股的调整 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我一直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你一定要做一个持股的调整 才能够真的把你的操作 才能够真的得心应手 那当然这个名额有限 节目中广告自行专线 按照你电话的优先顺序 听清楚哦 持股诊断是免费的哦 但是我只有三个名额 节目中广告自行专线 欢迎打电话进来 那么跟我相处的联络 下个阶段我会把2013年 整个的投资的架构观念 全部跟你介绍很清楚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人 也欢迎你跟着我们一起来操作 10月关系我们进广告 下个阶段回到现场 我们再聊 在台北市中心终于找到了 三面环山万倾森呼吸 郭绪元大师破画景观庄园 在那棵园区旁这样生活就对了 大型工程 世界级营造 公园镜像 庄园人生 永大职 8502 37777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雇 顾得投雇 入会咨询专线 02 2579 115 02 2579 11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雇 顾得投雇 入会咨询专线 02 2579 115 02 2579 115 顾得投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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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雇 顾得投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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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再度回到板田战法的现场 来看一看今天台北股市 有什么地方值得注意的地方 那焦点在哪里 来 今天的台北股市到目前为止 是涨了49点 这当然跟昨天的欧洲股市的重挫 跟美国股市的大力拉回 有很大关系 我跟你讲过2013年 根本不必担心股市的熄火跟休息 因为全球的经济 从谷底开始翻扬 所以这个地方根本不必担心 它不会熄火也不会休息 这个大涨小回涨多回少的趋势跟结构 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只是说拉回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做调整的动作 怎么去做布局的动作 那么涨的时候 你怎么进行获利动作 还是人家跟你讲说 涨的时候你再去买 跌的时候再去杀 追高杀低 我说过了在这个阶段 一定要提前布局这四个观念 这四个字观念 一定要去找寻低股价 低位阶 低基期的股票 各位这是我的操作 我最近跟你讲 我常常喜欢做这种底部起涨 底部起涨的3105的稳帽 我当时在介绍这档股票的时候 我也跟你讲得很清楚 这个叫做提前布局 提前布局 那布局的理由 我也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我是仿造复制2049上营的模式 当时222涨到240 在涨之前这边外资跟投信 有没有 外资跟投信一定会做大量的买进 一定会在这个地方 做大量买进的动作 有没有 我说过外资 有没有 投信 一定会做大量复制的买进 所以我跟你讲说 你一定要提前买 好 当时有没有 稳帽 32块8 这个地方开始 他们开始买了 然后我还证据给你看 有没有 证据给你看 然后接着呢 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讲 32块多都没有人讲 到了34块多开始 有人开始跟你讲 哇 这档股票好强 有人开始心动 然后不一定买了 但到隔天的时候 哇 又冲到35块3 就开始跳进去买了 为什么买 因为营收业绩成长 然后因为这个地方 法人开始买了 然后这个地方大涨 强 已经变强势股了 开始买了 但各位那天 我有公开的跟你讲 我有公开跟你讲说 我有做调节 为什么调节 那我调节是因为 我有看到另外一档股票 逢低不举 那么同时在这边怎么样 高出我未来低拉回 我再买进 有没有 当然碍于法令的规定 我们不能去公布这些数据 但是讲得很清楚吧 两天前证据在这吧 今天的一个9点31分 两天前在这档 获利卖出了持股 有没有 我们开始慢慢地把它接回来 但是过去我们在32块 讲的时候没有人知道 大家都知道没有人认同 不愿意低档买 可是涨了3块钱 大家都开始拼命追 那这个今天到了今天 很多人又想说 要不要卖啊 要不要杀啊 那你自己去判断 我讲过了 在这地方除非你做持股诊断 把股票调整好 这是一个机会 那我也讲啊 这档股票今年赚6到7块 我会一直做 我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我会一直做耶 这档股票会一直做耶 当时在这边买第一次 买第二次 买第三次 然后呢 拉到20块我卖了一次 后来拉回来到18块七 我是不是又买 然后这两天到了19.85 是不是 我又跟你讲 我又开始可以做新的动作 又可以再做一次动作 我都跟你讲说 很清楚就说 我们为什么这些股票 有基本面的 不管是它的营收 大量的营收 很好的 然后有基本面的 然后它的产业是反转向上的 或者法人外资有买的 而提前去布局卡位 各位我常常跟我的投资家讲说 最近做股票要斤斤计较 不像前一波 前一波是不必斤斤计较 前一波买了 拼了就是好 因为那时候刚起涨 那当时在这地方 我前一波做的股票 各位可以看 聚合啊 当时14块 今天介绍买进啊 买完之后 一只涨停板 两只涨停板 三只涨停板 四只涨停板 五只涨停板 你一口气可以看 好多涨停板出现 有没有 14块直接涨到20块3 日盛生啊 19.9也公开给你 我买到20块啊 我绝对坚持不说谎 我不管做任何事情 板田占马从过去以来 我们绝对不说谎 坚持两件事 我们有做就有做 没做就没做 坚持不说谎 我们都是一档一档股票 跟各位介绍 然后这地方日盛生 一下涨到29.2 有没有 后来波洛威 从所谓的20块 从这个所谓的32块 涨到39块多 然后接着 有没有 贯德 在这个地方有没有 开始买进 买进 买进 逢高获利卖出 然后后来又调整 当然这些我就不必讲 后来伪权店 有没有 12块多涨到15块 昨天的时候 有没有公开跟你讲 有没有公开跟你讲 这档股票 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我也没有遮 现在没有遮 它是不是又是波洛威 昨天我公开的时候 在这哦 39块多 各位 你看哦 在这边3163的波洛威哦 你看哦 准是不是冲到41点多 是不是冲到41点多 它现在的模式 在走什么模式 我也很清楚地跟你介绍 为什么现在的模式 我要去买它 它现在模式 在走这个模式 有没有 它在走这个模式 值得的这个模式 今天值得又涨停哦 它一个阶段走完 一个阶段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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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阶段哦 它是第二阶段刚起涨的股票 3163波洛威 我就直接公开地跟你讲 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讲 买今天价位 我讲说 为什么去买它 各位理由是什么 来 这个叫做JDS 全球光电最大设备的 零件制造商 近期股价创历史新高 今天清晨的美股 它的股价 再度创历史的新高 有没有 再度创历史新高 为什么在这边 创历史的新高 我跟各位讲一下 为什么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 很大的原因 这个原因叫这个 来 这个中国大陆工信部 近期新规定 4月1号开始 所有的新社区 必须光纤入户 各位 只要这个 所谓的4月1号开始 新闻媒体将 这个所谓的一个影响性 将是高达上兆的人民币 也就是说 因为这则新闻 你看到这些光纤设备的厂商 它开始创新高 全球的新高 全世界十大的厂商当中 各位全球十大的厂商当中 拥有它的一个 它涵盖了七家 Poloway 3163 有没有 全球十大光纤原电厂商 七家为Poloway客户 含了JDSU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这家 有没有 涵盖它 全世界最大这家 股价在创新高 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国发基金是它最大股东 也获得中华电信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光纤道府的订单 国内首家获利 或这个Intel的一个 主动式光纤电来 规格认证 技术面整理了一个月 开始突破了 刚开始起涨 各位 这个地方昨天我就跟你讲过了 昨天在39块多 收盖已经收到41.3 41.35了 我说过这是另外一个阶段起涨 投信开始买了 昨天外资也开始买了 昨天外资买在哪里 我证据给你看 我过去常讲你一定要比外资 提前去布局买进 这是昨天外资买 你看 昨天外资开始买了 昨天外资开始买了 这是外资 前面是投信买 有没有 昨天开始外资买了 我讲任何事情 我都拿出证据来 各位我希望在这个地方 在2013年的投资策略当中 我希望各位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 就是专门跟我一样 去找这种底部起涨的股票 来操作 赚红包 倒数计时三星彩 各位这段时间 我们不收取你任何费用 同时今天我们免费的开放 三个持股诊断 只要你愿意加入 跟着我们行列的人 我想在这边重新的 把持股调整 把握这个机会 今天只有三个名额 按照你的电话优先顺序 额满为止 那么也可以利用这个专案 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祝福你 操作顺利 免同时间再会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你的早餐不要忘记哦 现在有了今天的补助 每个月都有三千个妈咪 像她一样占别职场 体验全职妈妈的喜悦 在老委会的就业安全保障之下 由九成母亲重新返回职场 喂 小七姐 欢迎下星期回来上班哦 换你了 薪资补贴好制度 工作家庭都坚固 给妈咪说拜拜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 2579 1155 02 2579 115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 2579 1155 02 2579 115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 2579 1155 02 2579 1155 一切很无感 台湾金多谢 拼有感 手切都在这 年杰海鲜 半手礼盒 通通都在台湾金多谢 这里是我最爱的地方 这里有我最美的记忆 这里有最疼我的亲人 出发 返乡创业 青年创业启动金 带给您第一桶金 零八零零零六一六八九 清浮会关心您 累死了 想不到要去排队拜美签 有够当累时间的 喂 喂 你要赶快找时间 去拜美签大头照哦 好啦 还要去面试耶 忘记线上网预约了 你们资讯很差耶 来 你们看 游去美国观光河商务考察 不用陈证了啦